大家好,我是拉仁哥 今天的标题就是里根兴大祸 为何会大祸呢? 今天大家要看看现在的泡市的铺价 现在的泡市的铺价已经跌破了海啸价 海啸价走在2008年和09年时 如果当年你是买住宅楼,其实现在仍然是有一赚 但如果你是买一些铺位或者一些商下 现在就蚀到贪贪腰了 盛盘几时成立来是2019 2019年之后才开始卖铺 所以现在的铺价应该全部都是高于海啸价 简单来计算,现在只剩下手上的铺 全部应该都是要输的 今天亦有其他YouTuber 就说这个利根兴的 他就说这个好事是卖垃圾的 暂时买真品 这一句是对的 他说这句话都非常合理 虽然说是合理的 但是在这个情况之下 就不适宜由你更兴 为什么会不适宜由你更兴呢? 稍后就会和大家详细解释 好了,在未开始之前 如果大家未订阅的 请帮手订阅 请赞同及分享给朋友 如果有时间的话 请帮手看完这广告去 多谢大家支持 当我提出 现在铺市已经跌破了海啸价 应该有很多铺市的业主 就不同意拉人哥所说 因为始终他们是一个持份者 亦都不看好市场 是不会持有这个铺位 今天就说是没用的 那我们就给成交大家看 大家就知道 现在究竟是不是海啸价了 如果大家去浪费时间 测试一下这个特善波家族 卖出来的铺位也好 或者传动的商下 或者工厦 昨天也有一个工厦 买了出来 就是骆驼室中心 你会发觉 那些物业 已经是投降了一半 就算是持货十几年的那些 都已经是输一半或以上 很多时候都只剩下四折 有些人就反驳 波叔因为财困 你就不能拿出财困的出来 就为爆波 大家都知道 波叔现在已经是资不抵债 拿出资不抵债的出来 好像是否太偏激 那我们就不要用波叔 那我们用一些未爆波的那些 那我们拿下梁永图 梁永图在美丽都大厦 曾经卖过两个物业酒 一个是成交了 一个是被人放弃了订金 即是梁永图就杀了订金 我先讲他成交到的物业 他成交到的物业 是什么时候沽出 就是4月沽出来的 以3,050万沽出了 是美丽都大厦地下35号铺 面积是593尺 成交价3,050万 尺价为51,000多元 这个铺是梁永图在2008年 即海啸的时候 就以6,280万 买入这个铺位 现在持货16年了 账面也要输3,230万 即贬值了51% 这个是成交了的 现在我讲一讲 就是没有成交不到的了 梁永图成交不到的单位 即是被人放弃了订的 就是在美丽都商场大厦 就是34号铺 以及1楼28号铺 曾经以2,800万沽出的 这个铺位是什么时候买入呢 就是2009年 以4,800万买入 如果以上次的铁定价来计算 这个物业如果能转让 就虚了2000万 今天贬值了42% 可惜这个物业 最后被人铁定了 所以 梁永图没收了一成定 就是280万 为什么这个铺会被人铁定呢 因为他买了之后 其实铺价还继续跌了 铺价在2024年很奇怪 突然间一条线 我所说的L型 跌下来 跟着横行之后 又再跌 即是你会看到 现在铺铺好像是没有了支持力 可能新买家看到 哇 我买了之后 他成交前去去估计价 又跌了 即是十几十个百分比 当然是 铁定了 不知道这个无底心痰 究竟你要跌到什么时候呢 所以身为的买家 他有权铁定 这样就铁定算数了 即是输一成 即是日后就继续输下去 到这里 可能有些店铺的业主 觉得这些都是个别事件 波叔爆煲很久 爆煲了几年 黎永涛因为财困 所以他才便宜 如果大家还不相信 跌破了海啸价 我又给大家看一个成交 这个店铺 这个店铺就是 汤祥大王 韵白泉 就是拥有的 刚刚也估计出来了 这个店铺的地址在哪里呢 就是 王国西洋菜南街4号 就是窗记大厦D铺 建筑面积就是 750尺 最近就是 26300万 估出 尺价是8万多元 这个店铺 韵白泉何时买回来呢 就是2008年 是以1.300亿 又是海啸时买回来呢 换言之 韵白泉 持货至今 已经是16年历史了 今次转手 就输了 7,420万 单位期内 就贬值了53% 不止投降 输了一半 今天韵白泉是否财困呢 暂时我就未听到 因为我看回他的成交记录 他应该是早前 应该是去年底 就沽了他女朋友跳楼的单位 你跳楼的 因为人家觉得你凶宅 是吧 凶宅 当时沽出来 都比当时的市价四成低 这个是完全合理的 因为人家当作凶宅 卖 好了 之后就未有见过去买东西 直到今天 即是早期就卖出了 西洋蔡南加这个牌子出来了 他也要输很多 输了一半以上 所以从这几个例子看到 现在的铺市的确是跌破了2008年 或者是2009年那时的海啸价 好了 那我们来看看 香港的食美商博基金 现在还持有些什么 这10个物业 就是现在 差不多持有4成左右的资产 最贵重的就是其中第一个 就是帕台山英王道 这个已经卖了上面一楼 如果加上一楼 应该就多了几千万 是吧 那当时好像卖了三千多万 还是四千多万 我不太记得了 那现在就 只剩下的铺市的铺位 也有16.7% 那第二个呢 就应该是 现在他租了 给别人收二十万 租的两送饭铺位 那现在的铺市的铺 全部都是在19年改租了之后 才是 卖进来的 那换句话说 所有铺市 应该就全部 就比海啸价 那时候 你比海啸价 但是现在我都说 铺市价跌到海啸价 是不是 利根兄的铺位 全部都输了 全部都亏损 这个也是 他最麻烦的时候 坊间有一些 Facebook 通知里根兄姐 这堆铺位 究竟出租率是多少 其实出租率 也挺麻烦 始终出租率 是非常低的 不知道 因为他租金要高 还是市场上没有租客 我们看到的结果 就是很多铺位 都是捉不出的 我记忆中 今年他只是沽出 这个 北角公主大厦 一楼 幼稚园的铺位 如果只沽出这个铺位 再加上 现在很多铺的租金 没有收入 其实会影响到 日常的运作 包括员工的薪酬 或者未来 派息给股东 今天我看到有其他YouTube频道 亦都是在那里更新的 大家也认为 就是我昨天想说 昨天没时间 今天说 他YouTuber 提出了一句口号 我觉得挺对的 就是说 如果是好市的时候 就应该是要 卖出一些垃圾货 如果是市场不好 即是淡市 就要卖入一些真品 即是淡市的时候 就会找到一些好东西 就会找到一些好东西 比如5厘以上的回报 其实在以前的货币 你有5厘回报 是非常之好的 那他就说 为什么现在 利根兴搞成这样 利根兴就是 不懂选择 卖出一些垃圾 卖出一些平价区 我看利根兴剩下 他所说的垃圾 或者一些平价货 原因就不是他所说 好市 淡市的问题 而原因就是 卖入时间 因为YouTuber说 利根兴是 基金成立了 在2016年 买入的时候 那时的货币 是最高峰的 在那时买的 但是他应该错了 错了是什么呢 2016年他有成立过的 不过那时候 就不是叫做成会商铺 那时候有第二个名字 他还找到黄秋新 买过的广告 突然间我又不懂他的名字 或者观众记得 就在下面留言告诉我 2019年 他重组了 所以他才新成立了 成会商铺基金 这个基金开始买卖 应该公道一点 就在2019年 但是2019年 大家都知道 铺仙嵩了 铺仙嵩了 铺仙嵩了之后 只剩下那些 叫做民生铺 就是我们所说的街市铺 就是简利真 开始货 那时那堆就高峰期了 那时那堆是高峰期 但是更新 应该就避开了 这些街市铺 因为当时我记得 他拍片 他觉得这个也是虚货 所以他就不买街市铺 因为怕跌得快 他当时会买了一堆铺 他用的策略就是 每买入三间 就卖出一间 但是大家要知道 你经典这个叫做基金运作 他的运作是如何 你卖出去 他当然想赚钱 所以他一定找到最好的铺铺 可以转手赚到钱的铺 他就立即沽了出去 所以现在他沽到现在 加上今年突然间 铺价了 他在收藏上 剩下的货 基本上是 现在的市值 是低于他买入价钱 所以现在他不沽货的原因 他就不想沽出 让别人去亏 一亏就难交代了 所以他希望 铺价可以升回之后 他平手走也好 或者他亏少少走也好 但我相信 他的批货 是不止亏少少 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吗 即日利吉兴的批货 有些比较好的 质素好些 他已经是卖出去了 他要赚钱 他要赚钱 然后买一些最漂亮的 最漂亮的 你卖出去了 只剩下一些 我们可以叫做 楼底铲 这些楼底铲 或者这些位置不好 自然 你现在的市价 已经比买入价 你轻轻不想再卖出 一卖出 大家会看到 一个亏本 所以现在这批货 就继续放在这里 但是放在这里 你越放 铁吃了 但是那间铁店的铁市场 越下跌 所以那一名YouTuber说 你轻轻利用去 一年到这些铁店 净买垃圾 eller净买垃圾 其实便不成立 为什么会不成立 因为它改租了 改租后 做回回回回来 2019年才第一家铁店 有开始 那时铁店就腍掉了 当时如果你在短炒 你其实可以炒铁店 也看到不少短炒是可以赚到钱的 由19年至21年 而2012年坊间也有很多人短炒 持有几个月,持有半年 不知利根兴 其他人也有人赚钱走了 大家看看成交又痴 所以利根兴不存在什么好事 就是把垃圾收拾回来 我说这两句话 理论上是对的 但利根兴这个案子就不成立了 所以利根兴现在的问题是 美货已经卖光了 我们不要叫它垃圾了 我们比较厚度 叫做猪头骨 猪头骨很明显已经跌破了 你买入价 因为今年又跌了一阵 利根兴为了不想基金損失的数字 就放在这里不买 但不买,你应该由来收租 但租金收不到 所以现在的社会商博基金 大件事就是什么呢 你现在变成了一个叫做鸡肋 食之无味,弃之可食 而早前利根兴也在彭博的访问中 承认了现在他们的基金 有一个熟回的压力 当然啦,现在的股东 基金持有者 看到店铺在跌,还不想熟回 我们之前从坊间的资讯 也知道有很多人 许图有一个朋友 也是投资过来 利根兴的成会商博基金 现在都很成功熟回到的 不过可能熟回的过程 就有点不愉快 大家看回我之前 一两条影片 我也有说过这个案件出来的 其实不论现在 什么情况都好 如果我们只看利根兴的 食唤商博基金 就真的大大件事了 现在整个收货都是这样 幸好它是一个基金 不存在什么破产 只是不过解散的时候 大家计算的 亏损应该都会相当大 好了 接下来要等到第三季 即是九月原初的季报出来 我们才可以再研究一下 接下来这个 食唤商博基金的实际情况 如何 好了 今天时间就够了 今天多谢大家收听 还有收睇先 拜拜 们